最近人们都沉浸在冲击美国国会的新闻里 很少人注意到另一个大新闻 德国的默克尔总理 趁着天下大乱全力以赴的达成了和中国的投资协定 一般评论都认为这是习近平的外交胜利 完成了他多年来想分裂美国欧洲的联盟 达成分而知之的策略 从习近平的前任的前任开始 共产党就希望在欧洲下手 破坏民主国家联盟的团结 而破坏这个团结的着力点 就是欧洲和美国都想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 尤其是德国 不但是西方和中国贸易没有赤字的国家 而且在中国有很大的投资 大企业对政府的游说能力也是最强 没有贸易赤字 社会对平衡贸易的需求就不强 反对不公平贸易的舆论也就不强 这是德国和西方大多数国家最大的不同 默克尔总理已经宣布 不再继续执政了 也就是不再对之后的事情负责了 正好欧盟有几位最高领导人是德国人 默克尔又是去年的欧盟主席 所以他就利用这个机会 在去年年底和习近平达成了这个希望已久的协议 给了习近平一个大笔包 这个协议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出卖了盟友美国 美国正在为全世界和中国之间有一个公平的贸易 和中国打贸易战 在中国即将顶不住要妥协的时候 德国的背叛实际上给了美国背后一刀 下边美国的反应将会决定世界格局的变化 也将决定习近平地位的稳固与否 美国的体制是国会制定政策 行政当局执行 两党议员的大多数不会同意会回到绥靖政策 而且正如全世界大多数观察家们所说 拜登政府只能继续川普没有做完的事情 并且联合欧盟以外的盟国 效果会超过川普 面对体量数倍于欧盟的市场 习近平会怎么选择呢 他只能回过头来向美国妥协 而且妥协的力度会大于对欧洲 否则美国人民和国会不会同意 欧洲现在出卖美国的立场 会在中国向美国妥协后被人们嫉妒 而且中国的市场没有能力 一下子向全世界同时开放 被牺牲的那位肯定是欧洲 也许不会是德国 但欧洲其他小国历来就是被欺负的对象 从美国的角度看 中国对美国充分开放之后 美国会在乎欧洲被中国出卖吗 美国人民和国会从自己的利益考虑 而且有欧洲出卖美国的记忆 估计还是自己的利益优先 而中国不遵守和欧洲的协议 没有任何心理障碍 中国有不遵守诺言的习惯 只有在损害自己的压力下 他们才会不情愿的遵守诺言 德国有个传统 总理和政府为外国公司办成了大笔交易 事后可以到外国公司任职 拿高薪 默克尔总理可能不会干出这么可耻的事情 但传统就是传统 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从习近平的角度看 虽然有默克尔总理的配合 挑拨离间的策略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希望 在中国这个独裁专制的体制下 搞定了最高层的几个人就成功了 所以共产党的习近平外交思维 就是沿着这个思路形成的 可是民主国家不同 你不能搞定美国人民 就不能搞定国会 不能搞定国会 你搞定了白宫也没多大作用 江泽民和他的继承者们用欺骗方法 收买的方法搞定了美国 用某位智库学者的话说 就是美国上层精英 有我们的人 可以左右美国的政策 但那是在美国人民被欺骗的情况下 现在经过川普执政的四年 美国和全世界已经醒过来了 江泽民的那一套还管用吗 各位听众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透视专题节目 我是陈辉德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从2020年澳中争执 看中共的战狼外交的命运 我们今天请来的座谈是 冯崇义先生 他是澳大利亚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教授 冯教授你好 你好 辉德兄 听众们好 2020年已经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具有转折点意义的一年 最重要的事情当然是新冠病毒从年初至中国的武汉爆发 后来迅速蔓延到全球 人类遭遇到了前所未见的巨大的灾难 另外一个方面 与大疫情相关 就是中共在这一年外交上陷入了困境 以美国为首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一个围堵和孤立中国的势头在全球兴起 在这个潮流中间 澳大利亚在西方国家中扮演了一个先锋的角色 也因此而受到北京的报复和制裁 中澳之间的紧张关系是2020年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之一 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化解 冯教授身处澳洲恐怕会更深切的体会到这一点 所以先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澳洲这些争执是如何发生的 因为什么原因发生的 请冯教授 我们现在就谈2020年的中澳之间的冲突了 但其实这个话题应该往前移一点点 就是这轮冲突是2017年以来两国交恶的一个继续 应该讲在2017年之前澳大利亚对中共是不设防的 就是它主导的舆论和这个政府政策 是跟你们美国一样 就是那种叫做engagement 就是交往 做生意 把这个意识形态的分析 政治上的分析都撂在一边 做生意挣钱 其他东西都不管 但是在这个事情在2017年6月左右吧 开始有一个重大的转变 就是澳大利亚当时是有一个视角方圆节目 把这个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战战略和这个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渗透 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 那么整个议论导向就开始去不断地揭露这方面的事情出来 就形成一种议论压力 然后政府做出很厢烈的反应 就是到林底就是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 就是对外关系透明法 就是外国在澳大利亚的影响 它设立的机构应该去透明 应该去报备 然后去公开 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其实它是在选球范围内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为了捍卫不是价值 捍卫它民主制度和捍卫它国家利益 对中共信透的意识强烈的反抗或者反制 这个时候当然在美国在那一年的林底也通过这个一个新的国家的战略文件里头把中国定位为一个竞争敌手 所以这个事情也会说到那个时候 就是从2017年开始 阿德利亚就开始反制中共的这个这个信透和统战活动 然后这个中共政权当时已经做出非常强烈的反应 人口澳大利亚在2018年也是在全球第一个开始 因为担心他们的国家的基础措施 特别是通信措施落在中共的控制底下 所以它是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通过法律禁止华为 三亿澳大利亚的通信设备的工程 通知这样的工程 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当时的这个中国就开始对澳大利亚 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 这个蛮好玩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美关系 当这个川普政府开始对中国竞争经济制裁 就是提高关税时候 那中共是发动整个国家宣传机器 来请责美国的霸凌行为 采取这个审判措施是对于一个霸凌 但是中共其实它一个常用的一个方式 就是对它不喜欢的国家 或者是冒犯它的国家进行这个霸凌行为 就是经济制裁 包括这个以前对这个韩国 对瑞典 对菲律宾 都使用过 它一直这样来的 到澳大利亚 照样 它是故技重演 就是用这个经济制裁 然后也是 从那之后 它基本上就中断了 中澳之间的双绳交往 就是部长级的这个访问 到现在已经已经听得很长时间了 就是没有这个部长级的互访 所以它这个是 那时候就已经有很大的矛头 但是最根本的一个冲突 就是今年的四月份 因为这个疫情是临初起来 应该讲是19年底就已经起来了 但是一开始起来之后呢 这个疫情很凶猛 迅速向全球 中国的一个患者经历下病人传球 有的这个大疫情 然后澳大利亚 它本身是根据它自己的法律系统 在这个疫情中 它所受到危害 比很多国家要小得多 它本身因为比较远离中国 比较远 它是个大岛国 相对比较好控制 所以它受害不是很深 但是它很认真 它很认真就是说 这个病人怎么来的 究竟这冰毒怎么起来的 为什么一个疫情中国不那么强大 中国这个2003年已经有SARS 有那么先进的防范措施 为什么不失灵 那么现在全世界要去怎么面对这样的来势凶重的传播 首先这个基本动作就是要把这个疫情 它如何起源 这个病毒起源 它一个国际上中立的团队 把它搞清楚 所以它是第一个站出来 呼吁全球组织一个中立的 与传维的团队一个机构 去调查这个疫情起源 这是真正的 最大的对中共来讲 是一个最大的冒犯 你跟我贸易那么多 你一个一个塑尔小国 既然敢这样来提这样的要求 所以说那之后呢 对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审罚 就把猛人进进进 升级很多 对对 所以这个是 虽说这个曲言 我讲的长一点 但是其实它有一个过程 但它现在升级到现在这种程度 就是那冰冻三十 非一日之汗 是是是 刚才洪亚授讲的这个 它有一个历史过程 澳大利亚从2017年就开始了 不过就是说是能这个新冠疫情 犯难以后 就是说调查起源是澳大利亚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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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大利亚本身并没有像欧洲 有些国家受到这么严重的那个伤害灾害 但是有些澳大利亚的学者也在讲这个问题 他说澳大利亚这个国家里边说它比较认真 还有它比较喜欢就是一个事情要把它追远 追到底要去喜欢调查研究 因为中共都是污蔑说是澳大利亚这一桌 只要说是要调查源头是因为受到美国指使 从各种迹象和各种分析来看 并没有是说是美国在背后指使澳大利亚去做这个事 而澳大利亚它是个国家传统 它有这个传统 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 而且这么大的事情 它对国际这样对国内一样的 国内它一旦比如说发生火灾 中大火灾或者说很多很多病患 或者政治上有什么指控 它的反应很敏捷 就是组织这个所谓loyal commission 就是这个皇家调查调查团 它是经常做的 就是每年都会有这样的举动 所以他们来讲 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一个动作 是是是 所以说它这个是 一个是澳大利亚的国家传统 是可以理解 而且这个事情为什么聚焦到这一点 确确实我们从很多中共的反应行为来分析 它就是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恼火 而且从习近平自身权的所有前前后后的事情看来 它就把这个做成是一个最大的重心 至今为止还是这样 它要千方百计防堵任何 就是说这个全球性的这个大灾难 是因为从中共那里拔起的 而且是中共那里起源 或者是说它因为它的隐瞒 它现在希望重新塑造一个叙事 重新讲一个故事 叫中共后来防堵 如何成功 它根本不讲前半段 而且所有的科学家 全球的科学家 包括世卫组织 包括各国 包括美国的 要求到中国去调查之前 迄今还没有去得成 现在才是说是社会组织要去 但是都还有很多麻烦 还有很多过程 而且还不能到那个T4这个那个实验室去 就是那个大家比较怀疑的 那个从实验室移出来的 现在又有了些新的证据 总之来说这个事情是最大的中共的心病 所以它是这一年的很多事情 实际上是和这个事情相当有关的 然后这样一刻 中共和澳大利亚为敌以后 一系列的行动 包括很多很多的各种 包括澳大利亚在那个 印太地区的 它扮演的角色 澳大利亚加入了美日印澳大利亚四国的安全对话机制 还有5G 我记得刚才你说到 5G好像澳大利亚是西方国家里面最早的 禁止华为参加5G 是最早的国家 是是他在2018年的 对 相当早 还有中共作为一个极权政权 对澳大利亚实施的间接活动 包括对孔子学院的大外宣角色的谴责 也包括对中共侵犯澳大利亚公民的权利 就是我们大家的朋友杨恒均 按这个事情 也是他都是做了很多动作 以及还有更早一点 陈永明就是他也是中共的外交官 后来叛逃到澳大利亚 他揭露了中共的很多间谍网 间谍行为 澳大利亚在所有的行动上 都是和西方国家是几乎一致的 基本上和美国是差不多同步的 在做很多事情 包括香港新疆 西藏和台湾问题上 都是对北京有一个相当强烈的谴责和抗议行动 而且7月份还宣布他香港特区已经丧失了他的一国两制的地位 所以他也暂停了和香港特区的移交逃犯协定等等等等 总之来说高德亚这些事情做了以后 中共对他去了相当大的一个疯狂的报复 所以往下大家都看到 最近几个越南弄得比较凶的就是 中共对澳大利亚的一系列的报复 而且他还不顾他刚刚才和澳大利亚刚刚才签订了那个什么RPEC那个协定 那个自由贸易协定 他本来他2015年就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但是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都违反了这些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和RPEC这个协定 这中间我想请冯教授修理一下这个基本的状况 中共对澳大利亚的一系列报复以及整个他得到的后果 请 是 因为中共这么多年来 澳大利亚出口 它有一些背景或者有一些条件 就是对澳大利亚 你和列治好几条来 第一条就是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依赖性非常强 不仅仅是说第一个出口国 所以就出口大国 就出口到中国是它最大的市场 它就大到什么程度 就是它的这个全国的品出口产品 三分之一到一半就是有时候多有时候少 是在中国市场上的 所以这个中国呢就是认为 因为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依赖性非常强 但是出口它是分散到内的一个是这个能源 就是煤啊油气啊这能源产品 也能量矿场就是一个第二类是农产品 就是这个大麦啊这个葡萄酒啊农产品 第三类就是一个交易出口就是这个澳大利亚的大学里头 然后第一左右的学生来自中国 所以它这个中国呢认为它有这个可以让澳大利亚跪下来 因为你对我依赖性很强 如果我用这个经济制裁来制裁你的话 你就会投降就会跪下来求饶 所以这是有一个经济商业上的条件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澳大利亚它这边 中共认为它的经营了几十年这个统战在澳大利亚非常成功 就是它有它的代理人有它的支持者 遍布澳大利亚的政界媒体界商界交易界 特别是它有这个120万的华人 现在它灌输这种中国的民族主义 就是它有他们认为它有很足够的力量 在澳大利亚这里头可以去操控澳大利亚的舆论 可以让这个澳大利亚政府做出对中国有利的外交政策 可以跟这个中国政府中共政府配合 这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第三个原因呢就是特别说这个无影联盟还有其他联盟 就是澳大利亚在目前的这个世界的政治本图上 它几乎是美国最铁的朋友 比加拿大比这个这个英国都还要铁 所以这个中国对这个是耿耿一怀 它就想用这个经济共感和这个统战的代理人力量 还要离间澳大利亚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它为什么你看到外面看到了 为什么它一讲起来就讲澳大利亚是美国的走狗 是充当美国的工具 其实它这个是一个党的角色 就是我们要离间它跟美国的关系 要打破美澳之间的联盟 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很成功 你看原来这些年你看那个工党的那些 已经下台的那些总理啊 好几任从这个基艇到这个陆克文到库克 很多人到外长 还是工党实习的都一口同声地讲 这个澳大利亚毕竟有独立的国家政策 不能做美国的服务 它一直是这样的 就是它经营这个 所以这个呢就是使得美国 就是这个中共呢 它一直是在这边用力很大 就是想借助这个经济杠杆 来去给澳大利亚施压 然后引起它政府内部的分裂 就和一个是和一个跟美国 梳理美国来去跟中共 这个 建立更密切的关系 一个呢是做出对这个中共更有利的更有的政策 但是它碰到现在党船的这个自由党 在国际上讲优异政党 它是保守主义是讲比较强的 这保守主义它有一个世界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他们比较重视它的民族的核心价值 那回头来就是它的自由民主法治这些价值 不受这个中共政权的信透和影响 所以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安全更加敏感 就是不愿意对这个商业利益来去 设定的去否定或者是去压制它的这个价值的关怀和这个民族利益的关怀 所以它这个之所以凶突起来就是中共这个意图就是统战阿德利亚 或者是想去用经济手段来去逼阿德利亚就范的这些国社 受到了它这个社会上的这个自由民主力量和现在当党船的 偏向于这个牢守主义的政府的抵抗抵制 所以它现在是引发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高度 但是它现在目前它的这个你刚才讲到 它签这个自由贸易条约什么东西 因为阿德利亚这个贸易大国嘛 它对这个自由贸易是降低关税最好是连关税 那对它最有利 所以这个从它的民主利益上讲 国家利益上讲 它是一直追求的国策 但是它澳大利亚这边就刚才讲过 它是很认真的 如果它信了任何东西 它是非常守约的国家 非常守信用的国家 可是中共刚好相反 就是中共有时候是很多东西许诺 收松 不然它一直有一个欺骗性很强的 就是漫天边野的乱许诺 甚至于白纸黑字 然后它一下子就会翻脸不认人 你看几个例子去 包括已经信了好几个 不管是双兵 它就是多兵的自由贸易协定 到它要制裁澳大利亚之后 根本不管不顾 就是比如说 它现在把澳大利亚的酒 葡萄酒加百分之百几 提到那么高 能够把大麦增百分之八十的税 然后对葡萄酒 然后提高一百到两百 不等它分了很多类 就是这个 它这个是兴致澳大利亚的这个牛肉的进口 对澳大利亚的煤 最做的最恶劣就是澳大利亚的几十收 那个万吨的这个煤轮 靠到港口不让上 靠到港口就不给你卸 留在外边 哪怕中国高度缺煤缺电 这个官场 不准老百姓这个虚暖 它还那样做 所以这个是 这个从这点上 做这个中共进展是极端无赖 但是呢我现在要想调的是 其实中国它并不那么强大 就是它在这个 这个经济 所谓做的这么跟澳大利亚的经济 这个互利这个 做那么大 它是因为互相之间 这个依赖是相互性的 所以它其实 对澳大利亚的很多产品是干性需求 就特别是这个铁矿 铁矿 它一旦不要这个东西 所以很多这个企业它会垮下来 会对中国的经济 募行失业这么严重 它会血涨加窗 所以这个 我认为它这个 澳大利亚不会轻易让步 这个中共它做了一段之后 它恐怕也会 找个借口 找个楼梯下来 它它生不住的 而且你看这么多年 你看这个韩国也好 五水点也好 菲律宾也好 它并没有那么强大的力量 是 所以 经济很强大 它对外没有依赖 它会随便去打 想打谁就打谁 它并没有 命不计备这样的实力 哪怕是它把这个中国民众 随便作为那个代价来牺牲 不惜代价牺牲 但是它 它这个经济上 这个失业和经济这个下滑 对它还是有很大充气的 它不是说它对外国民众发善心 而是对它正常的巩固 有威胁 所以这个阿德利亚它现在 其实阿德利亚的政界的学界 很多人都看清这一点 对他们那种威胁和制裁 并不是很在乎 你来就来吧 我们没有办法让 不能去让 它这个透明原则 它的自由民主价值 它这个民族的尊严 它这个制度的完整 它没有地方回让 经济上得回谈判 税率回多高 但是这些基本原则 它其实不少说 目前打这个执政的自由党 他们不会做让步 是 我想这一点本身就是和中共 它以为它实际上 在经济上施压以后 别的国家没有办法 特别是澳大利亚 你这个比我中国的那个 经济上体量小得多 我可以欲取欲求 但是它碰了一个大钉子 而且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坚决的抵抗 除了刚才冯教授说到了澳大利亚的整个民气 包括现在执政的自由党 他们的整个对自己的价值的保卫以外 中共本身那个战狼外交的方式 也是激怒了澳大利亚的人 是不是 它那种非常的无耻和非常野蛮的那种方式 好像要把那个澳大利亚压服那个压下去的那种姿态 使得澳大利亚人说我们都是有尊严的 而且像煤炭这个事情 当然现在中国国内 大家知道就是煤炭转缺造成那个停电了 很多大规模的 有一个人说不管怎么说 能力禁止进口 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原因之一 当时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环球日报 还曾经很得意的威胁说 如果澳大利亚理想一意孤行 就不必期望中澳关系有改善可能 到那个时候澳大利亚将会知道走向黑暗 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 但是澳大利亚还没有到那个时候 还没有走向黑暗 中国却遭遇了黑暗 遭遇到大停电 它竟然比澳大利亚先知道走向黑暗 是怎么样一个滋味了 而且往下说 澳大利亚还根本没有使它最后的杀手舰 例如像铁矿石的问题等等 这个是中国的刚需 它没有不可能从其他国家做替代的 有这么多是这么好的铁矿石 来满足中国的经济上的需求 我想这些方面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说这里就涉及到 基本上中共采取的这种方式 就是说他认为他今年 他为了保卫 特别是这个疫情的问题 要不至最后向中共问责索赔这个问题 他是使尽了吃奶的力气 千方百计堵死 所以对澳大利亚这么大的仇恨和这个有关系 但是他使用的这个方式 就是战狼外交的方式 我觉得并不是松缓了他 国际上对他的压力 反而是恐怕是加强了 我相信虽然这一段时间 他看起来还可以 老婆的过去 因为但是其他国家 因为 疫苗这些比他搞得更好更早 所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局面将发生重要的改变 所以我们也注意到 中共的姿态最近也稍稍有点改变 王毅对澳大利亚口气 比起比以前也稍微有所缓和 但是大家还非常紧急 因为他并没有承认自己的任何过错 都是指两国关系的问题责任还是澳大利亚一方 所以这个问题还会僵持很久 但是我觉得中共现在这样一种做法 恐怕对全世界 特别是对西方国家 大多数西方国家 民族中央的国家 恐怕都非常难以接受 最后后果不见得是个正面的情况 恐怕还是个负面的情况 我完全正常的观察 就是说中共的战狼外交 它一定是以失败告终 特别跟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对峙 有一次跟澳大利亚已经讲过 它对澳大利亚的经济制裁 和采用这个战狼外交 已经引起世界公愤 是 那个恐怕就是个例子 那说欧洲不那么可靠 欧洲现在是像跟中国较好 但是吴以林盟和其他国家都站在澳大利亚一边 英国 美国 澳大利亚 他们都公开表态 金杰站在澳大利亚一边 而且它继续打下去 那些国家会对澳大利亚的元首 比如今年很多国家都在大道上做广告 今天我都喝澳大利亚的同酒 是 是 是 全球的喝酒运动 澳大利亚禁运就是像澳大利亚的原来 它自己也有防备 就是它这个市场 它在去拖展日本 印度 它现在已经进入金氏同盟了 这个国家的市场 就是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包括你刚才提到这个铁矿石 不是说你中国要制裁澳大利亚 你如果再看下去 澳大利亚制裁中国 不把这个矿石煤矿 你怎么需要 我就不卖给你了 所以从这点上讲 就是因为澳大利亚得到世界国际社会的支持 拖得越长 中国会越疼 澳大利亚会越来越占上风 这是第一 从商业方面上讲 那从这个地缘政治和刚才讲这个病毒源头 要追责来说 问责这个问题 澳大利亚更不会让步 就是现在传球 传球一旦说现在这个疫苗出来了 把这个疫情控制住了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这个对人类危害这么大的一件事 你不可能是 就算不了了之 让它这个就过去了 因为人类将来还会要防范将来的病毒 会不会再起源 你不判断问贴 找出这个源头来 人类是不甘罢休的 哪怕中共是拖了这么长 去毁灭它的这个证据 什么东西 但是那个人还在 就是整个它这个波及的面横 它不可能把所有的证据都毁掉 嗯 特别人 人 特别是人 毁不了 所以说中共它采取这样一种战狼外交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澳大利亚在这点为了 正为了让基本上 而且这个国 在这点上 会被拖掉的 会被拖掉的 是是对的 所以说中山远翰 我想到 这个中共政权 会输在这个这个 失败的一方 而且中国里面 三月份的时候 是 最初 强烈呼吁 去去调查疫情起源 这个病毒起源 去去去调查这个责任的 是中国人 是是是是 是当时受害的中国人 中国内部 也有很很 这个受苦受难 那么多人 包括武汉的人 包括武汉的人 也去起诉政府 他也强烈要求 要去这个弄清洗原 究竟谁在隐瞒疫情 究竟这个病毒如何扩散 如何起来的 这个中国人也有很强烈的愿望 所以这是挡不住的 这个中共政权 这是挡不住的 民意和这个国际上的要求 所以说他现在在这个情况下 在目前这样一个全球的这个通讯网 这样一个情况下 虽然他用了最大的力气封锁 但是也不可能完全封锁得住 国人的耳目 包括国际舆论 这个所以他使用的这种非常无赖的 或者是无耻的这个战狼外交 他要想堵住新新冠病毒的源头问题 是他的最大的新病和红线 我想他虽然这样不顾廉耻 动用超越以往底线的战狼外交 也不可能完全达到他的目的 也不可能要卸责和甩锅于其他国家 这个事情太大了 将来总会真相大白 习近平政权最终将得罪全世界 逃不脱全球性聚灾的罪魁祸首的这个民 我想这一点他是肯定的 所以澳大利亚在这个过程中间 在这个重大的国际事件 这个大流行事件中间 澳大利亚在将来留在史册上 是个光荣的位置 他最先提出最终原则的问题 而对中共来说 这是他的耻辱度洗不掉的 好的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冯崇玉教授 谢谢各位听众 再会 受影响的59款由中国企业研发的手机应用程式 包括兜音海外版 通讯软件微信 社交媒体微博 及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UC浏览器等 早在去年6月就已被印度当局禁止使用 以防止他们收集用户数据 未经批准把数据传送到国外 当地多家传媒报道 印度政府宣布暂时禁用后 曾让相关开发商做出解释 释出网络隐私及安全疑虑 但解释并未让印度政府满意 所以被永久禁用 身在印度的藏人布安云表示 被禁止的应用程式里 微信是当地中国人与藏人群体 必备的通讯软件 抖音则广为一般老百姓采用 但他说科技日新月异 印度政府的禁令对一般民众影响有限 WeChat之类的他们真的已经疯了 根本用不了 就算以前那个手机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 流亡藏人那时候有办法跟境内的同胞 亲友联系 那现在手机网络发达的情况下 就不会出现这种困难 好像你封锁一个WeChat 一个微信或者其他的联络工具 你就跟家里的亲友 好像马上就断绝关系一样 我不这样看 也一样还可以找出其他的方法 其他的途径 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 当天次表示 印度和中国的经贸关系 如要进一步脱钩 必将涉及电子产品和手机通讯产品等 可是印度目前还无法和中国全面切割 只能向手机应用软件进行反制 他解释 印度是否同意华为参与印度5G的建设 是印度手上最大的筹码 禁止使用中国手机软件 只是施压的手段 永久的字样其实只是在就是说加深 就是说他对于这个政策上的这种所谓宣传跟能见度 因为实际上的效果 你现在禁用就已经是禁用了 而且手机程式它本来就有一定的生命 然后我确实认为真正的关键 不是在这些手机的程式上 印度官方有对一些 就说印度的厂商施加一些压力 希望他们不要使用华为的这个产品 可是在公开上印度并还没有做这样的举动 那当然这就是留一点 双方就还是会有一点 谈判跟缓和的空间 在北京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指出 中方对于印度的禁令 表示严重关切 坚决反对 批评印度滥用国家安全的概念 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违反世贸相关规则 不但损害中国投资者和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 同时也损害印度消费者的权益 以及投资环境 敦促印方纠正错误做法 出了通信领域 近日两国在边境地区也爆发军事对峙 印度军方早前表示 两国军队上星期三 在西金方接壤的边境发生冲突 印度媒体报道 解放军当时企图越过边境 受到印军阻止 双方发生暴力冲突 至少20名解放军和4名印军受伤 印度问题专家方天次表示 经历过去年的严重对峙后 两国都派驻军队在拒争议的地区过冬 让过去这些比较争议性的地方 有所谓这种软边界变成硬边界 双方其实主要的争议 是在所谓的实际控制线 也就是说过去 其实双方都会在争议的地区做巡逻 那也因为这样子 其实才会有之前所谓的冲突 因为双方对于实际控制的地区的看法不一样 他说两军新一轮的对峙 反而有助于解决边界问题 也就是说我既然军队已经派驻在这个地方 那这就是很明确是我可以控制的地方 也不让对方可以轻易的再进来巡逻 那反而会让这个过去那些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现在反而是用各自用一个比较驻军的方式 让它更确立化 我觉得这样子也许未来反而有可能会 在某种程度上降低边界上的冲突 印中两军星期天举行第九轮军长级会谈 中国国防部在会议结束后公布 双方就中印边界西段实控线地区脱离接触问题 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同意推动一线部队脱离接触 并继续保持谈判势头 共同努力推动降温缓局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峰 香港报道 近日拥有530万粉丝的韩国吃播网红 Hamsie因点赞中国那些家伙们 现在又说菜包肉是他们的传统文化的留言 被一些中国网民称是辱华 中国网民还指责他多次对不尊重中国饮食文化的留言按赞 要求他对不当行为向中国道歉 Hamsie1月16日晚在微博道歉 称真的是很尊重中国的饮食文化 而Hamsie的道歉又引起韩国粉丝不满 批评他是为了钱抛弃国家 随后Hamsie在YouTube直播中向韩国粉丝解释 因为中国粉丝一直骂 所以经纪公司要求他道歉 而他当然认为菜包肉和泡菜是韩国文化 并对引起争端感到无语 结果他这段解释又被中国网友截图放微博火上浇油 在中国网友仍嫌亏得不够端正的骂声中 Hamsie的中国经纪公司1月17日火速宣布与他解约 Hamsie19日在YouTube频道上写下长文说明 在解释完争议前因后果后表示 如果中国人感到被背叛和生气 是因为误会他同意贬低中国人的留言 那他是应该道歉的 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在他频道上发生的 这也是对喜爱支持他的人的道义和礼仪 他同时强调 但如果为了要在中国活动 就得说泡菜是中国的 那他就不在中国活动了 同样中国人也不需要为了在韩国活动 就说中国食物是韩国食物 这部分中国网友都会理解 目前 Hamsie在中国平台的粉丝人数狂跌 不过他的YouTube粉丝 却快速增加到538万 此次争端是去年中韩泡菜之争的延续 2020年11月26日 中国市场监督报发表泡菜行业国际标准正式诞生的报道 称从今以后 中国泡菜在国际市场将更有话语权了 报道说 由中国主导制定 中国泡菜之乡四川梅山市牵头的泡菜行业国际标准 历经三年半后 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投票 形成泡菜规范和试验方法的国际标准 该报道称 该向国际标准的成功问世将大大提升中国泡菜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对中国泡菜产业向更优更强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而一向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在转报该消息时使用标题 中国主导泡菜业国际标准寒霉炸了 泡菜宗主国的耻辱 称这一标准意味着中国的泡菜产业成为了国际泡菜市场的行业标杆 泡菜产业的技术标准被世界所认同 环时还语代轻蔑地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参加制定的泡菜行业国际标准的专家中 并没有来自一项以泡菜宗主国自居的韩国的专家 事实上 早在2017年 韩国泡菜贸易逆差达到了创纪录的4728万美元 泡菜的进口量更是达到了出口量的10倍以上 在韩国泡菜消费量中 进口比重约占35% 而进口泡菜有95%都产自中国 环时还补充说 韩国所谓泡菜宗主国地位 早已名存实亡 尽管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清单明确表示 本文件不适用韩式泡菜 但环时等媒体的说法 似乎有意模糊中国泡菜和韩国泡菜的区别 这引发了韩国人的不满 触发一场中韩网民就泡菜标准问题的涉媒口水战 有韩国网友称中国的说法是胡说 真是偷走我们文化的小偷 中国网友则称 韩国最喜欢把别人的东西改良一下 就说成是自己的 据韩联社去年11月29日报道 中韩网友有关泡菜之争 促使韩国官方表态 对四川泡菜成为国际标准不以为然 称中国四川的泡菜 与Kimchi韩国泡菜无关 韩国农林虚产食品部坚称 中国泡菜的国际标准 并不意味着是Kimchi韩国泡菜的国际标准 因为早在2001年 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品标准委员会就制定了Kimchi国际标准 中国制定的标准只涉及四川炎自发酵蔬菜 ISO文件也确认不适用于韩国的Kimchi泡菜 而不将韩国泡菜和四川泡菜加以区分的进行报道是不恰当的 此外韩国一位知名大学教授则以不同的方式介入中韩泡菜之争 据香港苹果日报报道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韩赏德 1月18日在纽约时报美国版和国际版刊登了一则宣传韩国泡菜的广告 标题是韩国泡菜是献给每个人的 介绍韩国腌制泡菜的文化201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以及泡菜数千难来一直是韩国最具代表性的饮食和发酵食品 这位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样做是要告诉全世界Kimchi即韩国泡菜是韩国人的 徐晓德还表示 与其对中国毫无根据的泡菜工程加以响应 不如让全世界获取更加准确的信息 他还将广告上传至Instagram 脸书等社媒网站宣传 韩晓德表示 今后还会将制作韩英中文版的泡菜文化和历史宣传视频 韩国外国语大学全球安全合作中心所长黄仔浩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 对他个人和多数韩国人来说 泡菜之争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不会影响中韩之间的关系 他说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的这个话题 部分网民这个说了什么 这个大部分老百姓啊 现在这个我们都没有谈过这个什么泡菜的事 一两次我看过那个报纸上什么写了 但是现在韩中这边呢 没有这个这个是一个 那个什么打击那个什么两国关系的文化啊 什么或者社会问题 这不是 中国知名独立学者荣健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韩泡菜之争反映出许多中国网民的民族主义情绪 而随着近些年中国国力的强大 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得更加明显 他说 这些年就是民族主义非常嚣张啊 国力强大的富裕它是吧 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吧 表现得更加重 那么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呢 他说表表现出来的是 的确也是全化为了 他反映了我们文化上的一些 我们深层次的一些一些问题 是我们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泛滥的过程中的一个文化现象 对中国来讲 他说 他说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这种现象可能会以后会越来越多 如果说中国的官方 中国的官方媒体不加于引导 不加于控制的话 荒诞不惊的这种民族主义的闹局会不断的出现 他对中国的德国开放 以及梳理中国的一个正面的文化形象是非常不利的 旅居美国的原人大教授 社会学家周孝正表示 所谓的泡菜之争 实际上是一个带有片面和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闹剧 双方的网友应该认识到 在漫长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过程中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这种狭隘的争论毫无意义 周孝正也批评《环球时报》 为宣扬民族主义情绪 就像一根脚屎棍 搅动是非 经常搞极端 这次则过度解读 四川泡菜国际标准的制定 中国和韩国有传统上复杂的历史渊源 两国传统物质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 十多年来 韩国在文化遗产申报上动作积极 宫廷宗庙祭祀礼乐 江陵端午祭 韩国拔河等先后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早在2005年11月 在韩国的江陵端午祭被世界教科文组织 指定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后 韩国将端午节深移的传闻便在中国不静而走 虽经包括官方在内的多方后来辟谣 但还是有许多人相信韩国抢了中国的端午节 而实际上 江陵端午祭是韩国江陵地区农民 在端午节气时间里特有的一种巫俗祭祀活动 并不是特指一个节日 与中国的端午节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端午节的许多习俗在江陵端午祭中找不到踪影 而端午节中的祭祀演戏游艺等都有着浓厚的韩国民俗特色 此后中国端午节于2009年成功深移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而就在泡菜之争几个星期前 中韩网友去年还上演了汉服韩服之争 漫画博主Odd在11月1日的推特上晒出古风混搭的一组作品 引发韩国网友批评抄袭 称风格不是古风混搭 而是中国与韩国风格混搭 因为图中的帽子和服饰都是韩国的 中国新剧《上时》的演员徐凯 四日公开剧中的大帽汉服造型自拍 又引来韩国网友称是穿韩服 而中国网民反称韩服原自汉服 随后该剧的编剧兼制片人余正上阵斥责韩国网友没文化 称韩国在明朝时就是中国的蜀国 服装就是沿用明朝的 引发中韩网民大战升级 而韩国网民回骂 把明朝的服饰证据全摆出来看看 你们有戴过冠帽吗 硬把韩服说成是汉服 你才没文化 美国之音记者海燕 华盛顿报道 报导者时间 报导者时间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和报导者合作的栏目 挖掘华人社会的故事 由陈美华 麦小田 轮流主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报导者时间 报导者是台湾一家非盈利的网络媒体 致力于公共领域的深度报导 自由亚洲电台与报导者合作 每个月都会分享一篇报导者的专题 那么这一期我们要聊中国的影响力 如何深入缅甸 那今天的节目 请到报导者在缅甸合作的一个特约记者 周浩玲 浩玲你好 你好 你好你好 您现在是在缅甸是不是 您是在缅甸的哪里 我现在是在仰光 在仰光 您住在缅甸有多长时间了 在缅甸工作吗 好几年了 我在2016年加入缅甸市道当记者的 那你对于缅甸肯定是非常了解的 特别是在这几年 您从2016年到现在有四五年的时间了吗 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一篇报导主要谈的是中国的影响力在缅甸的情况 那在生活上 在工作上 你对缅甸的观察 你这几年有感觉到外资进入缅甸 对于缅甸的一些改变 还有就是说中国的影响力进入缅甸 对缅甸造成了一些改变吗 大网友啊 我先说一说仰光的改变 然后就说一说明天整体的改变 仰光近年的确改变不少 多了饭店 商场 现代化了 城市样貌也改变了很多了 我觉得特别是空讯业 2013年开始对外开放后 现在之前的仰光已经是差不多人人都有手机 我们也会使用脸书的 台湾通信市场是缅甸改革经济挺重要的一部 因此引来了来自处杂的Origal 还有挪威的挪威电信的投资者 整体来说一直以来 眼间都是依赖 纸币 还有纸张作业的 绝大部分的政府和商业服务都不能上网处理 但是我觉得上一年 尽管疫情大声后最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市区的工厂阶级开始积极地使用送外卖 手机银行等等的编子服务 还有编子平台 对缅甸整体来说了 2016年上任初期 一开始工厂阶级专与小宿民族组装力量 坚持平火协议 还有和平谈判 到2018年改组内阁后 才开始活手经济改革 过去几年也便改善经商环境 打吉堂乌 并且逐渐开放各产业给外卖 我要提到的一个最新的发展就是 今年缅甸政府托使挪威电信 在内的电信营运商 封锁新闻媒体 还有维权人士的网站 并且关闭部分若开邦 还有新邦的网络服务 多多超过一百万人的网络 自行权 这个受到人权组织 联合国和上街的公开批评 也领导许多的投资者 很多的难题者 这个是缅甸最近的一些情况 他们在应该是大概一年半前 开始在若开邦还有新邦的那边 停止网络服务的 罗静亚的那个 在那个地区 是 还有你问我外国进入的电话 就是一个挺大的问题 因为自从这个罗静亚危机发生以后 国际的投资者面临越来越多的压力 要去证明他们在缅甸的生意 是没有伤己无辜 军方人权的 当然我们看到最受影响的就是 跟缅甸军方有关的企业 好几间外资已经停止 跟缅甸军业有关的企业的生意来往 另外就是我们上一月出版的 缅甸企业透明度报告 也说了这些国际的压力 增加了在缅甸外资 还有其他商人要管理好他们的企业 还有要有透明度的 一些的重要性 那也不信仰危机发生以后 现在正为重要 我们来谈一下缅甸最近 比较重要的一些事件 2021年一开始 中缅关系就有一些发展 可以请浩玲来跟我们谈一谈最近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发展 特别是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日前访问了缅甸 浩玲你可以谈一谈这一次 王毅去缅甸访问 他的访问的目的是什么 那有没有达成什么样的成果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这个月的访问 是自2020年 11月年间大选以来 第一位亲自访问 年间的外交大官 王毅承诺向免方提供一批 新冠疫苗援助 也表示希望双方有效落实 建设中缅甸基走廊协议 他访问前期 两国就合作开展 曼德勒、加普遍陆的可行性 研究签署备忘录 作为缅甸专家 分析王毅来演变 除了我们说的疫苗外交外 目的就是要跟进中国国家主题 习近平在去年跟缅甸政府签署的多个协议 协议内容基本上围绕着中缅经济走廊 我会解释一下经济走廊的意思 2018年中国和缅甸 签署了60亿美元的 基础建设大际的备忘录 进座中缅经济走廊 这个走廊造过贸易特区 公路街路、工业区和金市镇等大型基础建设 北京寄往从中国、云南 以浅路和公路 关锁缅甸北部 打开中国通印度洋的陆路 因此把两国经济紧密相连 透过大量中国解脱缅甸 搭定徒步 同时中创在过去几年 想尽一切力量想深入缅甸 但文山苏西所领导的政府 几乎与中国并不同步 现在答卷过了 王毅应该是想提醒 文山苏西加快经济走廊的主要项目 所以您提到就是王毅的访问 其实是继去年习近平访问缅甸 最后另外的一个重要的进展吗 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中缅关系 能够有一些进展 这个一个关键点是去年 就2020年初的时候 习近平去缅甸进行国事访问 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访问 是习近平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访问缅甸 那那一次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 19年来对缅甸的第一次访问 所以去年习近平去缅甸访问的时候 对于中缅关系 就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关键的进展 那现在王毅再更进一步去落实 中缅双方的一些进展 对不对 对 习近平上一年访问缅甸是 纪念中缅建交70周年 这一刻王毅访问 是要更进上一次 集取集访问 签署的议题 上一年集取集访问 签署了 三十三项 主要跟中年经济走廊有关的协议 当时很多都是黑万路 并且他们也没有签署任何新的重要建议 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与习近平会面的时候 温甸主席尊出外资开放的经济项目 需要避免环境恶化 并为当地社会带来受益 其实 温甸主席这些话 在2017年的北京去办的一带一路高峰会已经说过了 温甸主席多次填调 投资者必须负责任的经济主张 意思就是如何确保技术建设发展能有助于减少冲突和创造本地就业机会 OK 那我看到您在这一次的这篇文章里头有提到一个脚漂项目 是不是 一个比较争议的项目 那这个项目在这一次王毅去缅甸访问 是不是也有谈到这个项目的本身 您可不可以谈一下这个项目是什么 可以 这个项目就是中远甸走廊的一部分 所以这一次王毅来缅甸的时候提到了加快整个走廊的项目 所以我觉得这个深水港脚漂的这个项目也是一部分的 而脚漂是位于缅甸西边 莫海邦中部的元朗城镇 也是中远游基管道的提点 中国打算在脚漂有一个深水港 从中国云南的铁路公路 穿梭门边北部 打开中国 从印度洋的陆路 这个脚漂深水港项目 是当政府2015年卸任前 以照标的方式判给中国国籍中信集团为首的投标集团 嗯 从缅甸政府的角度来看 不只是政府啊 从缅甸内部的角度来看 嗯 第一个争议就是成本 成本 中西的经济顾问 嗯 对让债务危机重重 嗯 然后上台后 温甸出去政府和中信集团重新进行谈判 把深水港的投资成本 从75亿美元下调到13亿美元 嗯 嗯 嗯 2020年 温甸出去的宁门党 兴选的时候 也是填掉温甸出去重新谈判的战务 并解决了败物陷阱的大陆 我觉得另外一个挺大的争议就是 深水港等工程对当地若开放居民的影响 大部分的脚漂居民是以漁业为生的 嗯 这可能使他们的生地大受影响 嗯 除若开人之外 再有脚漂的居民 还有罗兴亚人 还有可曼人 嗯 我文章也有提到 若开放事务 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前河南州英国大师欧森 也表示 中信集团现在打算进行的环境评估 只考虑到港口地区 并没有考虑到整个脚漂地区和周边的距离 嗯 欧森说 我考虑到当地人对大型基础建设的不满 他建议中国在推进脚漂降物时要聆听当地人的声音 还有尊重他们的权益 嗯 OK 这个是脚漂项目的争议 对不对 嗯 需要两个成本 还有环境 还有社区的影响 嗯 我看得到这个脚漂港的这个位置 那现在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 脚漂港的位置在缅甸的西部 它是面向印度洋 它未来将会是缅甸最大的一个远洋山水港 嗯 嗯 现在缅甸其实没有深水港的 所以建好了以后 照顾会是缅甸第一个深水港 嗯 所以对缅甸经济方面的战略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最重要是现在中国很想要这个深水港 还有田路公路打通整个缅甸北部 缅甸就是怎样可以令到这一些项目 对缅甸本身有好处 对本地居民没有这么坏的影响 还有创造本地的就业机会等等 我觉得现在政府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考虑的因素 嗯 那中国为什么要在缅甸下这么多的功夫呢 中国的意图是什么呢 缅甸的战略地位对中国很重要 嗯嗯 整个中年经济走廊 让中国可以通过陆路进入印度洋 嗯嗯嗯嗯 美国邓机员马尔斯聪解释过 现在打通了从云南省会昆明到赵普的这一条1400多公里的路线 就能造成中国可以通过陆路进入印度洋 嗯 需要担心 当然了这个不是唯一一个原因 嗯 缅甸作为东南亚第二大的国家 嗯 由台湾二十倍大的土地面积 越南资源丰富 比如说天然气 对 放产 所资源 农业资源 都十分充沛 嗯嗯 而且跟中国 特别是越南 有很长的边境线 对 所以成为中国一带一路计划的重要合作伙伴 嗯嗯 另外 缅甸正在发展 基金 还有它的市场改革 还有那些最正规的边境贸易 也是中国企业的上脑机遇 嗯嗯 举例说 上两年 中国公司和其伙伴就几乎完全垄断了缅甸的能源造调 嗯嗯 所以你刚提到就是说 为什么中国这么想要把影响力深入缅甸 主要也是因为缅甸的这个战略位置 如果打开地图来看 缅甸的西部是印度 东北部就是中国的云南省 然后东面有一小段是跟老挝接壤 然后缅甸的东面比较长的边境是和泰国接壤 呃 因为跟云南接壤 中国进入缅甸它可以直接避开马六甲海峡 对不对 直接通到印度洋可以这么说 嗯 是很多分析员也说就缅甸可以帮中国不需要再担心马六甲海峡的那些海上贸易 因为如果敌国束手封锁了这个海峡后 中国还有缅甸这条路去夺得其他重要的资源 所以中国一直希望能够积极的推进缅飘的这个深水港的项目 那现在您刚提到问题就是说这个可能会使缅甸陷入一种债务的危机 就有点像中国在其他国家进行一带一路项目一样 那现在缅甸要怎么去应对中国呢 你刚才已经提到就是说缅甸政府要努力的保护当地的这个深水港周边的这个生态环境 那缅甸政府有没有提出一些可以应对的方式 还是其实缅甸政府是处于一个一个两难的一个困境 我觉得整体也挺困难 但是其实缅甸也有空间的 我们刚刚也提到中国态度积极 但是很多在眼光的外交官还有缅甸专家都认为 在一带一路的政策上 缅甸其实没有外在想象的那样像中国靠的 嗯 瘟山出起的柠檬岛 执政的五年期间缅甸政府其实没有 现在还没有通过任何大型中枢地处建设的项目 哦 而且我们刚刚谈的这个脚票的项目 其实还说在持续谈判当中 嗯嗯嗯嗯 瘟山出去一方面 不想让缅甸陷入长期债务 另一方面 也不期望国内的资源再被中国控制 嗯嗯嗯 但是缅甸政商界不偏接受中国是缅甸最重要的正经伙伴的事实 嗯嗯嗯 我们继续承认的是中国对此也的确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嗯嗯 就是近年缅甸跟西方民主政府越走越远 嗯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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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也有经济方面的影响的 越中的中国投资者的角色真为关键 嗯嗯 嗯嗯 缅甸的新政府 今年四月将会上任 缅甸后毕竟便要看看 王沙富士和他的军团队如何回应中国 嗯嗯嗯 所以今年四月会上任 所以我们要观察四月之后 缅甸政府可能会如何应对中国 嗯 二月二月我们就会进了国会 然后他们会选总统 嗯 就是国会议员来选总统的 嗯 然后总统选了后 他们就认为他的内阁 嗯 所以整个内阁 就会应该是四月一号上任 嗯 嗯 那现在中国在缅甸的这个影响力 是不是远远大过于其他的国家在缅甸的影响力 比如说美国或是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挺难比较的 经济政治方面中国的影响力 不是日本或是美国可以比较 因为中国跟缅甸很长的一个边境线 对 所以那个边境的贸易啊 通算数实际 统一缅甸很多小数民族等等的 也许中国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影响力 嗯 这个是日本美国等等没有 嗯 经人很大的变化就是因为 罗兴甸的问题 真的少了很多游客 嗯 特别是西方来的游客 外国的态度也变了很多 2015 16年来的时候 很多外国很想进入美国 对 很想在这里过生意 嗯 现在很多 特别是比较出名的国际公司来的时候 他们在他们本国 比如说在英国 在法国 在欧洲 在美国 他们的投资者 还有消费者 也是挺有正义的 嗯 看到几年前 大部分取消了西南缅甸的计划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在 英国议题后 还有新政府上台后 议事是一个将主要处理的难题 嗯嗯 但是你现在说的外资是指西方的外资 是西方的外资 对那这些问题有没有影响到中国资本的进入呢 还是主要影响的是西方资本的进入 加强了中国企业在缅甸的竞争力 因为 虽然缅甸已经市场改革慢慢的开放 缅甸对很多国际的投资者来说 还是比较高风险的市场 嗯嗯 中国企业很多因为各种的因素 是比较容易承担这些风险的 嗯 在缅甸的 中国是比较愿意去承受这些风险 来缅甸 投标 投资 做生意等等的 这两年缅甸的能源 招标 中国是几乎 勇断了什么结果 嗯嗯嗯嗯 是不是因为这些中国企业都有中国政府在背后撑腰 所以他们也不怕 因为这个可能很多的是政府的政府希望这些企业能够进入缅甸 后头是带有一些政治目的的 嗯 很多的中国公司也是中国的国体来的 对对 所以他们的竞争力很多时候也是有国家的支持 对 我觉得你看其他地方英国美国的企业就没有这样的优势 嗯嗯 所以说缅甸政府处理罗信亚人的这个问题 让很多的西方的外资停下了脚步 那西方外资停下脚步的这个同时 他给了一个空间让中国的资金大量的进入 可以这样说吗 可以 还有我觉得不只是就罗信亚的危机令到西方投资者更难进来 嗯 但是不是唯一的主因 嗯 同时也是人间现在一系列的政策 把那些投资者架走了 嗯 我刚刚已经说过官网的那个是挺好的例子 来的因为官网的那个例子 某位电信是缅甸四代电信服务之一 嗯 但是他们现在已经多次公开要求政府取下网络的打压 嗯 另外一个大型的国系投资者受到影响就是英国的金融机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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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些人都可以解决机制的尚未完善 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面临的一大挑战 有分析指出中国作为经济体量最大的RSAB缔约国积极推动多方谈判 在该协定框架下市场自由化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取消有助于亚太地区计划产业分工 继而有利于中国延伸产业链 同时其他缔约国消化中国出口商品一定程度上缓解美中贸易摩擦 而RSAB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不仅是其他缔约国 更是中国在接下来的谈判中期待解决的有限事项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国际法教授李在明特别指出 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 虽然第十章明确定义了投资和投资人 以及实质性投资条款等为国家间争端的解决提供了适用方案 但并未落实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 涉及投资的第十章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现有的国际投资协定 但和其他国际投资协定的条款相比 这一章内容很少过于简洁 最重要最具有争议的问题是投资仲裁 我认为最不可缺少的是在国际间的谈判中 改革现行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第十章指适用于解决国家间的投资争端 投资者与国家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 以国际公法为依据 为投资者对国家提起歧视性诉讼提供了平台 尽管许多双边贸易协定都适用该机制 但世贸组织并未将其纳入规则之内 此外美国和欧盟一致反对 这已投资者对国家提起诉讼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李在明说在未来两年内 RCEP成员国将就这一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谈判 但预期在五到十年后才能看到成果 越南外交学院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崔海言在会上同样认为 根据第十章受协定限制的投资者拥有的只是实质性的投资保护 但该协定尚未明确解决争端的执行机制 在RCEP生效后有两种情况会发生 一是在计划到期后 缔约国对于该争端解决方案没有达成共识 导致投资者仍遵从与RCEP共存的 其他双边贸易协定的投资条款 二是缔约国无法就争端解决机制达成一致 这种情况仍然涉及其他贸易协定相关投资条款的执行 崔海言说 该协定针对柬埔寨、越南、老挝和缅甸等低收入国家设立了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 他认为给予该四国特殊待遇 使其可以继续沿用其他贸易协定的条款 会大大削弱对来自其他缔约国的投资者的吸引力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司长米基奇认为 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劳工、环境等方面的标准不及其他国际贸易协定 但不可否认该协定对亚太地区一体化有极大促进作用 同时该协定的缔结对促进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有巨大潜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一斌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海警法草案为负责海上警备的海警部门厘清权限 规定海警执法的范围包括中国内海、临海、皮莲区、关属经济区、大陆架以及中国管辖的其他海域 对于未经中国批准、对于外国组织或个人建造的建筑物以及各类固定或浮动装置 海警有权责令其整改、若拒不合作可以强制拆除 草案列明,海警机构的职责包括在中国管辖海域巡航、警戒、指守重点岛礁、预防和制止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的行为 草案第43条列明,如果外国船舶进入中国管辖海域非法从事生产作业活动 不服从停船指令或拒绝中国海警登船检查 在警告无效后,海警人员可以使用武器 中国海警从三年前开始化规武警部队 去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武警法》修订 条文增加了组织和指挥等章节 当中列明战事状态下,武警由中央军委组织指挥执行任务 近年来,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局势持续暗潮涌动 中国政治学者陈道银认为,中国海警未来渴望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的海军主要还是近海防卫 如果是在战事状态,那么相应的海警 它的行政制法力量肯定要加枪的 它肯定要会协同协调 如果是近海作战的话 南海、台海、东海发生和敌对国家 或者敌对力量发生海上冲突 这正是个武装冲突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海警,我想它应该出场了 它实际上也是按照海警法的要求来划定相对的海域 他指出,海警法通过后 暂时海警在武装部队体系中的定位将有法可依 2018年这个海警建制以后 到目前为止一直以来 没有一个执法依据 和这个中共目前需要建制 还是法治国家嘛 这一个大背景的一个要求 它有一个要求 你是行政制法力量 你要一个执法依据嘛 在法院明确以后 就至少让外部的市民外部的力量能看到 我海警可能会做出一些动作 给你做出一个回应 但纯道银认为 从法律观点来看 海警法明显存在灰色地带 在行政制法这一块非常详细 但是在一些执法的空间上 还有模糊 管辖海域 什么叫管辖海域 你可以狭障的理解 就是你刚刚还要把规定的那些东西 安排你经济区 大陆亚 零海 泪水 这个比较狭义的 那么你也可以把它作为康范的解释 我这样我的海警团在这里 在公海上 在航道上 那我就有权的行使自然 军事评论员黄东预料 海警法通过 会成为中国海警提升装备的契机 做船业方面能更先进更大型的 比如说5000吨以上可能会很普遍 而且中国海警的活动范围 我相信会随着海军的活动范围 不断的扩大 中国海警以后的方向 当它在南海东海活动的范围 能够稳定支撑自己的 国家势力的扩张之后 中国海警会参与 那个未来可见将来会走向远洋 走向印度洋 不光是海军 而且海警也会参与 那个大丁万人物航 在台湾 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的军事专家 李正修估计 北京是参照美国海军的经验 发展出目前的模式 美国的方式有什么 除了正规的三军以外 他们还有国民兵海岸巡防队 甚至于美国的海岸巡防队 有时候还有时候还会跑来东亚 进行所谓的打击海盗 打击走私 所以中国大陆发现说 好像美国有这样的武力 有这样的一个协调性 中国大陆来讲 所以他们才会发现说 海警也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协助解放军海军 做这个国土防御 还有这个抵御外敌的 捕捉角色 部分舆论甚至把海警 比喻为中国的第二海军 北京他会认为说 我一向是以防御为主 所以我现在修改这个海警法呢 是只是为了要让我自己 在防御国土 防御疆域领海的时候呢 能够让台局 协助解放军海军 可是不可否认 自从习近平上任之后啊 其实习近平又非常在意 扩张中国大陆的影响力 再不久 他们才重新修订了国防法 中国大陆一再强调说 我们不会主动动武 也不会主动开枪 在形式上啊 他们会营造一种 所谓被害者的这样一个氛围 都是到所谓忍无可忍的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才会为了防御而回击 日本媒体曾经评论说 海警法通过后 中国将对尖阁列岛 也就是钓鱼岛附近作业的 日本船只造成影响 李正修不排除 中国官员会为了展示 捍卫领土的决心 把在钓鱼岛海域作业的 日本渔船 甚至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船只 示威打击目标 最容易跟日本发生冲突的地方 那地点当然就是钓鱼岛嘛 钓鱼台猎鱼 可能会有少部分的海警人员啊 他为了要表现说 他们有捍卫领土的这样的决心 跟这样的企图啊 特意去接近钓鱼台 然后特意去挑衅 他们大家都知道啊 一旦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 中共第一时间一定是躺过自己人嘛 美国政府日前提前解密的文件 披露了2018年制定的 印太地区战略框架细节 包括将台湾纳入第一岛链 也就是美国应对中国大陆所设定 连接日本、菲律宾等的海上防线 在冲突中 不让中国大陆在第一岛链内 有持续的海空优势 台湾军事专家李正修却认为 中国通过海警法 不会对印太战略构成影响 对于有人担心 中国当局企图以法律 包装动物的合法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顾教授黎明江却相信 面对主权争议 北京会保持克制 中国总体来说在南海的争议区域 动用武力使用这种军事手段 它是非常谨慎的 过去有很多的渔业 资源开发 能源开展这样的矛盾 甚至冲突 中国的海上吃饭 这些部门人员没有开枪 中国正中年一直延续的一种做法 就是在南海 包括东海 也涉及到这些争议的水域 它拥有灰色的一些动作和一些做法 它有这个法律 它无非就是有一点点 可能有点威慑的这种效果在里面 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 与战略研究所所长黄介正也相信 将来不会出现 中国海警与他国海军抗衡的情景 他是海上执法 属于是海上的警察 他不是海军 所以虽然他是有武装力量 但是几乎我们没有看到 就是海警去直接跟他国海军交战的 没有这一类的状况 通常都是海军对海军 那个海警对海警 从2018年起 出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海警总队司令员 也就是中国海警局局长的王仲才 是解放军海军出身 曾担任解放军东海舰队副参谋长 又分析认为 王仲才的海军背景 反映了北京当局对海警的定位 随着黄介正却认为 外界不宜过分解读 解放军跟武警都是有军险 由海军背景出身的人担任中国海警的指挥员 那个或司令并不是特例 2017年的这个十九大之后 中国海警在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下面截止 而武警又归中央军委截止 这个在逻辑上面来讲 并没有特别不对的地方 无论如何 海警法显然已为中国的邻国敲响了警钟 日后这些国家的海岸防卫力量 在执勤时 很可能遇到新的挑战 美国之音记者香港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齐乐意 今年的1月20日 历史将会永远记录这一天 拜登宣誓就职 成为美国第46任总统 他的就任 关系到美国的重建与再生 也影响到全球的战略平衡 尤其在印太地区 面对中国的崛起 美国要如何重建联盟 进行新的军事部署 使极权国家不能威胁 并且毁坏世界的民主自由体制 和国际经济秩序 未来四年将是重要的分水岭 拜登上台前提名一些内阁成员 包括国务卿人选 布林肯在内 不少人是奥巴马总统时代的熟面孔 让人有一种印象 难道奥巴马2011年宣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又要重新启用了吗 我想不会 当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虽然是针对中国 但是敌我意识不强 美国压制中国之余 交往更多 而且没有把美中关系 看成是自由与极权世界的斗争 中国对美国的利益 虽然构成挑战 但还不到全面竞争的地步 就像美国众议院去年9月调查报告所说的 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意识形态 供应链 国家安全 技术 经济与能源 以及竞争力等六大挑战 如今情况不同了 布林肯日前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公开指出 在所有国家当中 中国无疑对美国构成最大的挑战 他相信 国会两党就对抗北京的政策 建立坚实的基础 也就是说 布林肯对中国的威胁 已经有了全新的认识 而且会履行朝野两党的共识 拜登新提名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曾经是陆军四星上将 一身戎马在中东 对中国没有经验 他在参议院提名确认听证会上也公开指出 如果被确认出任防长 他将修补盟友关系 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 特别是中国 并且承诺 五角大厦将与国务院密切合作 面对共同的挑战 当被问到中国 是不是美国头号战略竞争者时 奥斯汀说 美国的战略是根据威胁程度排序 今后 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 因为中国在上升 俄罗斯也是威胁 但它在下降 当被问到美国如何在印太地区 对中国的野心实施威慑时 奥斯汀表示 美国将重整盟友 对抗中国 这些盟友除了在印太 也包括世界其他地区 换句话说 当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已经走过它应有的历史阶段 如今 演变为印太再平衡战略 更切合当前需要 它不仅是地理概念 说明中国的威胁 从亚太 扩展到印太地区 更是美中大国竞争 在性质上的重新界定 不再限于经贸 或其他单一领域 而是向包括意识形态 人权在内的全方位领域扩散 双方竞争的空间 也从传统的陆海空 深向网络 太空等新型安全领域 竞争的方式 从有形的冲突 添加更多灰色地带战争的色彩 这些竞争 这些竞争同步进行 互为因果 是历史上大国竞争 从未有过的经验 美国的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美国前亚太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1月12日 在外交事务期刊网站投诉 他以拿破仑战争结束后 欧洲运用权力平衡 维持百年和平的经验 来作为美国在印太地区 平衡中国威胁的借禁 坎贝尔被拜登任命为 白宫国家安全会议 新设立的印太事务协调官 将在新政府的印太政策上 扮演重要角色 他的投诉 可以说 为今后美国的印太战略 指明一个方向 讲到这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坎贝尔在文当中指出 今天美国的印太战略 将从欧洲历史中 得到三个教训 第一 印太地区需要全力平衡 第二 需要一个被各国公认的合法秩序 第三 需要一个联盟来应对中国对前两项的挑战 如此 可以确保印太地区的未来是平衡的 开放的 而不是霸权的 封闭的 多年来 印太地区国家在奉行主权平等 航行自由 跨国贸易 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下 走上繁荣与稳定 除此 美国对印太前沿地区 部署军事力量的长期承诺 也有助于上述原则的推行 然而 有两项挑战 正在威胁印太地区的平衡 与合法秩序 首先是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崛起 包括对一些国家的经济胁迫 在南海岛礁的军事化 威胁入侵台湾 与印度冲突 以及对香港民主和新疆人权的镇压 使得维系印太地区的许多原则 都面临毁坏的风险 第二个挑战更令人惊讶 因为它来自美国内部 特朗普政府向日本和韩国等盟友施压 要求他们分摊军队费用 若有不从 美国将从该地区撤军 这严重破坏美国在印太地区 保持平衡所需要的联盟 而且特朗普大多 不出席印太地区的多边会谈 为中国改写地区平衡 与合法秩序提供机会 以及它对民主和人权的支持 漫不经心 使中共当局增强对香港和新疆的镇压 坎贝尔在文章中说 当前印太地区的氛围就像一次大战前的欧洲 失去战略平衡 秩序面临瓦解 没有明显的联盟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美国新政府要维护印太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就需要从三件事做起 首先是恢复平衡 基辛格曾说 历史的教训表明 没有防止侵略的物资保障 就没有安全的秩序 如今 中国的物质实力 不仅破坏地区平衡 还助长北京对领土的冒险主义 如果不约束 中国的行为可能会终结印太地区的长期和平 当前 中国已经投资 并且发展防止美国介入印太地区 所需要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的能力 包括高超音速等先进武器 中国还增强远洋海军和两栖作战等远距投射能力 可以执行针对印度 日本 台湾 越南 和其他国家的进攻任务 为此 美国需要阻止中国的冒险主义 发展相对廉价和非对称战力来威慑中国 比如投资远程常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 无人驾驶舰载攻击机和水下航行器 导弹潜艇和高速打击武器等 而不需要过于依赖昂贵而且脆弱的航空母舰 这样可以迫使中国重新评估 采取冒险行动后所付出的代价 另外 美国需要协助印太地区国家发展自己的非对称战力 以威慑中国的冒险行为 尽管美国应该在印太地区保持前沿存在 但需要与当地国家合作 分散兵力 降低被攻击的风险 坎贝尔所说的这些 美军正在执行 并且带着危机意识 加速兵力的整建和转型 讲到这儿 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稍后继续为您说明 军事无禁区 好的 我们回到栏目现场 坎贝尔提出的第二件事 是恢复合法性 历史证明 仅靠军事和物质平衡 并不能够维持新的地区秩序 坎贝尔再次引述基辛格的话说 任何国际体系的稳定 最终都取决于公认的合法性 需要得到地区内大国的认同 美国学者方爱文 他提出两个亚洲的概念 一个是经济亚洲 另外一个是安全亚洲 中国的强制性经济政策 和对领土的冒险主义 同时削弱了这两个亚洲的属性 而美国也没有巩固好这两个阵地 长此下去 印太地区国家将会陷入中国的阴影 使得原本充满活力的地区 可能分裂成几个势力范围 外部势力被拒之门外 区域内的争端靠武力解决 经济胁迫成为常态 美国的联盟被削弱 区域的合法性将荡然无存 今后美国需要强化盟友 开始参与地区峰会 增强经济往来 恢复跨国合作 再次发挥维系地区平衡的核心作用 第三件事是锻造联盟 这虽然是老生常谈 但是只有等到现状被颠覆之后 才会感到联盟的重要 不过坎贝尔所提的联盟形式 不同以往 他认为 与其组织一个涵盖解决所有问题的大联盟 不如针对个别问题 而成立不同属性的联盟 反而能够解决问题 有的联盟可以侧重贸易 技术 供应链等问题 有的强调军事领域 比如由澳洲 印度 日本和美国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等 换句话说 拜登政府今后有可能会根据个别议题的需求 在印太地区组成不同成员 规模不一 属性有别的多种联盟 来因应中国对印太地区权力平衡与合法秩序的挑战 坎贝尔指出 这是美国近代史上最具挑战性的任务之一 可以说美台关系应该是其中最敏感 也最触动北京的一条阵线 布林肯和奥斯汀在国会听证会上同声表明 支持台湾历年罕见 他们承诺要按照国会通过台湾保证法的授权行事 使军售常态化 提升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 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 并且希望看到台湾在世界各地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也许是美国平衡中国最难下手的工作 但也可能是震慑中国最有力的工作 听众朋友们 您现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军事无禁区栏目 我是栏目的主持人齐乐义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再会 各位听众 中国和新冠病毒成为星期一开幕的虚拟达沃斯的明星嘉宾 这是法国世界报星期一刊出的一个标题 数名伊丽莎白查波隆的文章写道 在此次虚拟达沃斯峰会上 中国以及亚洲将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文章写道 2020年1月 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滑雪圣地达沃斯 庆祝了其年会举办50周年 一年后的2021年1月 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达沃斯峰会不得不以网络虚拟的形式召开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新冠病毒成了这一为期五天的大型虚拟聚会的明星 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2.3% 在全球大国中 中国是唯一一个经济成正增长的国家 中国成了带动全球经济重新启动的重要发动机 文章指出 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前往达沃斯 参加这一世界经济峰会 为的是呼吁自由贸易并推动国际合作 今年习近平有望再次这样做 何况中国还和欧盟于去年12月签署了投资协议 文章表示 24年前中国一号领导人对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做出了回应 特朗普在美国总统竞选时的纲领是保护主义 随后也对之进行了广泛的落实 拜登的上任会结束贸易战吗 安勇咨询公司的地缘政治专家 法姆克克鲁姆布勒就此认为 此次选举没有质疑 在美国中国和欧盟周围逐步建立起来的 区域经济集团的逻辑 这一已经持续了数年的去全球化趋势 又因新冠疫情而得到了加强 安勇的这位地缘政治专家还说 我们不应该因为中国在疫情后经济快速反弹 就认为中国将会是新冠病毒所引发的危机的赢家 他说此次新冠疫情暴露了西方国家 对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的过度依赖 欧洲和美国都在计划出台法规 以便让某些战略性产品的生产重新搬回到自己国内 一些跨国公司将不得不重新检视他们的供应链 麦肯西高级副总监埃里克·哈赞说 欧洲正试图采取战略自主的方针 不论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默克尔 西班牙首相方切斯 还是意大利总理孔特 或者是欧盟舞强会主席冯德莱恩 从他们身上这一点都表现得很明显 尤其是由于疫情让网络销售或者是远程医疗暴增 技术军备竞赛正在加速 欧洲拥有成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巨人的人力资本 欧洲现在需要的是提高投资水平 在全球投资中 欧洲的占比还不到10% 除了中国 此次达沃斯虚拟会议还给了亚洲相当的地位 特别是印度总理莫迪和日本首相简一维都将发表讲话 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克罗斯·施瓦布强调说 预计2021年亚洲将占世界77T和世界人口的50% 必须就亚洲在经济复苏中的作用展开讨论 世界报文章的作者表示 真正的达沃斯年度峰会定于5月份在新加坡举行 这不是一个巧合 文章还表示 短期内国际社会的优先重点 当然是进行合作 以便更好地控制新冠病毒的传播 并推广疫苗的接种 但是疫情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和重大全球失衡 这促使我们会走得更远 全球经济秩序大复位的拥护者克罗斯·施瓦布 呼吁抓住历史机遇 他说 我们不能回到过去的常态 我们必须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我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所做的那样 抓住这个机会 思考出了什么问题 以及我们怎样可以做得更好 报告听众 以上是法国世界报真要节目 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波 感谢收听 斯洛伐克中欧亚洲研究中心发布的 欧洲在武汉肺炎疫情时期 对中国的印象调查报告指出 13个国家中高达10个国家的受访者 对中国看法普遍负面高于正面 而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国家 又多相信中国故意制造病毒 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13国中大量的受访者都看到 疫情期间 中国在大多数国家提供帮助 但是很少有受访者认为 中国的国际声誉会得到改善 报告撰写人之一的 中欧亚洲中心研究员杜瑞奇指出 尽管一些欧洲人意识到中国提供帮助 但随着疫情从中国散布开来 大流行的总体印象是负面的 此外去年中国外交变得更具对抗性 包括瑞典、法国、英国或捷克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 最近都经历了一些与中国的外交紧张关系 此外中国人群状况的恶化 包括在新疆和香港 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负面和恶化形象 2020年9月和10月在欧洲13个国家中展开的大规模 关于中国民意调查显示 瑞典是全欧洲最讨厌中国的国家 持负面或非常负面的看法总和将近七成 同样对中国负面印象超过六成的国家 还有德国、法国、英国与捷克 在欧盟国家中 只有拉脱维亚对中国持正面印象 至于受访者如何评价 自己在过去三年中改变对中国的看法 英国对中国的看法恶化最为严重 对中国的看法明显恶化的国家 还有瑞典、法国和德国 至于塞尔维亚 将近五成受访者认为对中国印象好转 至于为什么对中国印象严重变差 受访者主要指向中国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以及对其他国家民主的干预 除了法国、英国与瑞典 对于与中国贸易略为负面印象外 大多数认为与中国贸易是正面的 至于病毒的起源 只有在瑞典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同意 病毒是从动物传给人类 德国、拉脱维亚、俄罗斯、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也同意这个科学共识 但在其他国家 更多的受访者相信 病毒是在中国实验室中 人工制作出 并有异象国际传播 这可以解读为中国软实力 及其国际信用的限制 另外对中国看法正面的国家 受访者却相信中国故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病毒 此外除了俄罗斯 其他国家受访者不相信中国外交官暗示 是美军将病毒带到中国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对11个欧洲大国进行的一项新调查显示 10分之6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将在10年内比美国更强大 杜瑞奇解释 确实根据我们的调查 欧洲人普遍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但是他们承认中国将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此他们希望在疫情 气候变化 反恐和其他挑战等全球问题上 与中国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发力报道 美国政府19号正式表态 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族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 犯下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 在欧洲议会 法国议员格里克兹曼 则敦促欧洲联盟使用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 对中共实施制裁 他还公布了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的名字 认为应该成为欧盟的第一个制裁对象 欧盟去年在世界人权日前通过了 被称为欧洲版马格尼茨基法案的 欧洲联盟人权和民主行动计划 将针对全球侵犯人权者祭出制裁 不过 这项新的制裁制度 只会在会员国一致同意时生效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 当时指出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国家提出制裁名单 格里克兹曼在欧洲议会就提出了 成全国的名字 他说 我们有有关违反人权的惩罚机制 那么就应该使用它 我甚至有第一个应该被惩罚的名字 成全国 负责镇压维吾尔人的领导 英国和加拿大都已经有 对市场使用维吾尔产品的惩罚机制 我们也应该祭出同样的惩罚 是什么阻止我们不这么做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 德里夏提也表示 维吾尔民族的期待着美国和欧盟 向所有负责 对维吾尔民族 犯下严重警犯人权行为的中国官员 实施 马格尼斯基法 使得制裁 不过 大国总统18号 为欧盟与中国之间 关于有争议的投资协定 进行辩护时 已经表态 现在还不试谈制定何种惩罚的时候 欧盟还没有走到这一步 埃尼社公认为 欧盟对中国已经采取了 涉及新疆的相关措施 例如要求企业实施自我检查 警觉强制劳动 不得参与到中国新疆政策中 等等规定 而不只是对话 只靠对话并不足以让中国动起来 欧盟在12月30号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签署投资协定 而英国和加拿大 在年初都宣布 禁止进口新疆强迫劳动商品 欧洲议会指责欧盟 为经济利益牺牲了维吾尔族的命运 爱里社工则指出 欧洲投资协定不能解决中国人权的问题 中国人权有很大问题 欧洲对此也进行了密切的跟踪和观察 多年来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做出相应的决策 欧洲投资协定匡入人权为问题之一 但没有义务一定要解决它 但协定如果不指明中国会遵守承诺 批准致力于打击强制劳动的国际公约 那么法国是坚决不会接纳这种投资协定的 爱里社工认为 欧盟现在是要根据日程表推进 并确保将要非常认真的 核实北京对强迫劳动和人权的承诺 特别是2022年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 要提交欧中投资协定进度的报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1月21日晚上10时左右 两名流汪哈萨克斯坦的新疆哈萨克族人 同时遭到了不明身份人士的暴力袭击 两位遇袭者分别是居住在该国首都努尔苏丹的 穆拉格尔阿里木和居住在阿拉木图的 哈萨克阿韩 值得注意的是 虽然两人身处不同城市 但他们却几乎同时遭到了袭击 根据哈萨克与媒体自由电台在1月22日报道 事发当时 穆拉格尔正在街上行走 被两名陌生人袭击 身中两刀 腰部受伤 他一下则是在商店购物时 被人用硬物击打 头部伤势严重 哈萨克斯坦人权组织阿塔朱尔克成员古利江 于同一天表示 两人已被救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穆拉格尔现年28岁 是伊犁俄敏县人 他一下现年45岁 是伊犁拱流县人 两人都是为了避免被送入所谓的在教育营 于2018年从新疆逃亡至哈萨克斯坦的流亡者 在2019年和2020年 两人分别获得了 阿萨克斯坦移民局颁发的难民证 此前 两人都曾接受过本台记者采访 讲述过新疆在教育营中存在的种种暴行 其中 穆拉格尔在采访中披露了 俄敏县在教育营的数量 卡一下则讲述了新疆在教育营中的性暴力现象 此次事件并非新疆流亡者首次在海外遭遇暴力袭击 去年11月2日 旅居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游素福安·阿梅特 在该国首都伊斯坦布尔遭遇枪击受伤 此前 他曾受到中国国安的威胁 目前 对穆拉格尔和卡一下失袭者的身份尚未确定 古力将推测 此次穆拉格尔和卡一下在不同地点同时遇袭 应不仅仅是巧合 可能是中国的任务 卡一下的友人 目前流亡乌克兰的哈萨克族人伊利森·埃尔肯 对古力将的推测表示认同 他认为 袭击两人的很可能是受中国当局指使的打手 并表示哈萨克斯坦目前正受到中国严重的渗透 该国的生活用品大部分产自中国 而中国在当地的政治渗透更是尤为严重 他说 哈萨克斯坦这个前苏联加盟国 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了中国的后花园 他们在那里啥都不怕 甚至那些哈萨克斯坦国安部门都畏惧他们 伊利森还表示 中亚国家目前有数量不少的维吾尔人及哈萨克人移民及流亡者 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处境艰难 甚至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 在谈到身处哈萨克斯坦的移民及流亡者时 他说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城 旧金山报导 加拿大环球邮报获得的分析文件显示 过去二十多年来 至少有三间加拿大公司已经在新疆地区投资了数亿元 令加拿大成为新疆前五大外国投资者 由于新疆拥有自然资源 因此加拿大可再三能源巨头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和两家小型的矿业公司 加拿大王朝金矿公司和戈壁矿物公司都在该地区继续营运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在图木舒克市附近经营一个30兆瓦的太阳能发电厂 该项目是由中国开发银行提供贷款 图木舒克市当地设有职业培训中心 距离太阳能发电厂约5公里 此外该城市还设有科技实验室 曾被指称中国当局用以采集维吾尔人的写意样本 建立基因资料库以产出相应的人脸图像 有咨询公司已经发现 加拿大太阳能公司在当地使用强迫劳动的大量证据 王朝金矿公司在新疆哈图逛区的开采项目 是和当地国有企业新疆有色金属集团合作 估计该金矿运藏53.6万盎司的黄金资源 价值约10亿美元 哈图附近的克哈玛伊市也设立了再教育营 戈壁矿物公司的矿区位在新疆克什阿纳尔以北200公里处 当地也多次传出打压人权的情况 这些企业都没有说明是否对新疆人权问题有所了解 温哥华维吾尔协会负责人马赛迪克·特尼莎 看到这些消息感到痛心 呼吁沃泰华要严格核实企业在新疆地区的所作所为 大部分企业只顾着金钱利益 而不顾及人民和其生活 那里的人民被强迫劳动 没有基本人权自由 虽然沃泰华出台政令不要涉入新疆侵犯人权行为 但如果没有落实监督 根本没有效果 加拿大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阿里克斯尼夫也说 加拿大成为新疆前五大外国投资者之一 政府对维吾尔族人权危机的应对必须要进一步 包括采取更严格的执法措施 英国维吾尔维权人士阿西马马赫木特 上个星期在加拿大智库举办的研讨会上也提到 维吾尔人只是被强迫劳动 没有获得经济利益 针对侵害维吾尔人的个人与实体 要进行制裁非常重要 美国已经这样做了 希望加拿大和英国也能跟进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康明凯和斯帕弗在2018年底遭中国逮捕拘 虽然圣诞节时他们曾被允许和家人通电话 但至今为止 两人依然被剥夺基本法律权利 无法和家人以及律师见面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接受路透社访问中 呼吁世界其他盟友要站在同一阵线抵抗中国 他说 我们必须团结一致 因为谁知道下一个可能轮到哪个国家的公民被拘禁呢 去年10月适逢加拿大和中国建交50周年 特鲁多亦曾呼吁盟国合作 不要再让中国这种任意拘留他国公民 以达到其国际和国内政治目标的手段得逞 加拿大智库迈克唐纳劳里埃研究所 14号举行了一场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论坛 北美欧洲以及亚洲等多位专家均认同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各界都在关注即将就任的美国总统拜登 对华政策会走什么样的路线 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主席卡罗里巴塞洛姆 是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的幕僚 他说国会通过一系列压制中国的法案 都是两党共识 拜登政府会希望拉近盟友一起抗中 美国将确保中国在全球舞台的崛起 不仅是宣扬他们的霸权 而是要令他们遵循自由民主世界的法则 过去特朗普政府唤起了大家对中国霸权威胁的注意 接下来的拜登政府或许会在策略上有所调整 但方向目标不会改变 加拿大前司法部长尔文科勒说 中国善用各个攻破的伎俩 盟国必须要合纵连横 北京就是借着庞大的经济诱因 来吸引个别国家达到其目的手段 国际盟友必须要合作 才能防堵他们打压人权 和窃取他国机密的行为 专长亚洲外交政策的英国工党议员 史蒂芬金诺克在论坛上提到 抵抗中国一定要协助台湾做好防御 台湾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半导体产业 其芯片制造能力对五眼联盟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 科技网络和军事卫星有非常大的帮助 是压制中国的有力武器 与会专家提到 过去西方因为经济利益而与中国紧密交好 但如今已经发掘其中危险之处 最近美英家等国纷纷宣布禁止企业 涉入新疆强迫劳动行为 代表未来在对华关系上 人权议题是不可抹灭的一环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2020年年末 因涉及北极和矿产资源等多重敏感因素 接受加拿大国安审查的 山东黄金收购北极黄金矿产案 被沃泰华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 这是在中国国企禁闭下 加拿大捍卫北极主权的最新一例 早在去年5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2019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指 中国在北极地区活动日益生化 可能为其加强军事存在铺平道路 在沃泰华否决收购案的同时 加拿大原住民及北方事务部 助理副部长斯蒂芬·范丁 在加拿大政治网站撰文 加拿大的北极领导时刻 指中国和俄罗斯一直将北极霸权 列入其长期战略 但加拿大和美国却犹疑不定 将成为国际关注新焦点的加拿大 会在北极发挥明显的领导作用 他将联手美国和英国 向北京和莫斯科发出重要情号 加拿大回来了 斯蒂芬·范丁指山东黄金收购 科迈克资源公司案引发的辩论 再次揽起了加拿大人 对北极主权的不安和忧虑 辩论一方是迈克尔·拜尔斯博士 另一方是退休将军戴维·弗雷泽 拜尔斯认为收购不会威胁加拿大主权 而弗雷泽将军则相信存在威胁 且这种事关主权的大辩论 似乎每隔十年就会出现一次 收购案显然符合中国的北极政策 2018年1月中国发布北极白皮书 明确中国的北极目标是参与北极治理 对中国而言 北极不仅属于北极区内的八个国家 气候变化令北极交通更加便捷 作为近北极国家 中国将更多的出现在北极科学 治理 行业 渔业等领域 问题是加拿大应该如何回应中国 他认为杜鲁多政府为制定和推进北极政策框架 在国内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 目前中国和俄罗斯都活跃于北极 拜登政府将宣布其北极政策 英国也寻求重新建立联系 而这正是沃泰华将加拿大的北极决策 重新列入外交政策议程的时候 加拿大环球新闻专栏作家马修·费斯尔 关注的是中国在北极的军事存在 对加拿大的挑战 去年9月25月 他撰文 俄罗斯和中国虎视眈眈 加拿大需要北极防御战略 至2020年夏天 美国海岸警卫队惊讶地发现 中国和俄罗斯海军在北冰洋水域进行联合演习 为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行动 美国其他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盟国 在北极水域要有更加积极的作为 美国和英国的潜艇 其北美防空司令部 一直在增强自北西东三方防御欧洲大陆的能力 但缺乏保卫北极 或加拿大美国和格林兰岛石油 天然气矿产和渔业储备的战略 早在2018年 卡尔加里大学军事和战略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罗伯特休伯特 就批评了莫泰华 低估中国在北极进行军事行动的挑战 2016年 北京向巴林海派遣了五艘舰艇 中国军舰访问了北欧国家 并与俄罗斯海军合作演习 清楚表明了北京对北极作战的兴趣 他认为中国新型的094型 和下一代096型核动力导弹潜艇 可能具有兵敌能力 对加拿大构成巨大威胁 加拿大保守党领袖艾林奥托尔许诺 一旦他当选 将把事关加拿大主权的北方国防建设 作为优先事项 目前每年下秋 加拿大海岸警卫队在北极圈内执勤 加拿大军队一直在测试 无人传感器和水下麦克风 近年来加拿大皇家海军和美国海岸警卫队 以及欧美军舰一起 在八分湾和波佛特海行动 但加拿大皇家海军的 德沃尔夫级北极巡逻舰破兵能力有限 冬季无法在北极作业 必须购买每艘8亿元的新型破兵船 本期北极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科学记者潘未制作 感谢收听 马教授您好 您和史大使的新书中文版刚出版了 这是从你们六年前的英文著作 再加入新的内容 能不能先跟我们聊一下新家了什么 2012年至今 中非关系最大的变化又是什么 我非常高兴能与中文读者分享这本 我与史大使花了好多年完成的书 尤其我能保证中文版完全未经政治战查 2012年至今 习近平成为中国领导人 他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 尤其政治及安全领域的交往不断在增加 同样的北京的政治宣传 不论是在媒体教育及文化方面 都在非洲大陆扩张 当然许多非洲国家对北京充满热情 因为中国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资金来源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中非关系这种模式在下一个十年是否能持续 中国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而看重的又是什么 中国很早就开始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可以推回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初 周恩来到非洲的几次访问 到了七零年代 中国对非洲采取更务实的交往方式 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 他甚至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发展中国家 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 习近平现在在非洲做的事情 很多程度上是呼应毛泽东当时的理论基础 中国重视与非洲的关系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的多级体系 这个体系已经发展一段时间 中国发展多级体系的目标是为了制约美国 透过国际体系将更多权力分配给第二线的大国 而中国把自己视为第二线大国中的领导者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刚结束了非洲五国的访问 他说非洲不是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还说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不负政治条件 他的说法跟您刚才的分析似乎是有矛盾的 您怎么解读他这种说法呢 让我们这样说好了 中国的援助当然附带有政治条件 但中国对政治条件的看法 与美国或大多数西方国家截然不同 若非洲国家侵犯人权 破坏民主法治 中国不会解读 或可能只是私下进行讨论 但是若非洲国家邀请了达赖喇嘛访问 或承认台湾就会有问题了 这种标准对于一些非洲国家来说并不能 因为他们对于达赖喇嘛 西藏 维吾尔人 台湾人 或香港人的命运 并没有太多考量 甚至乐于去放弃这些 以安抚他们最大的贸易 及援助伙伴中国 今年开始 我们看到中国在非洲首个自贸协议生效了 分析认为 中毛自贸协议将成为未来中国与其他非洲国家 签署自贸协议的样本 这种FTA能够解决非洲对华贸易逆差大幅增长 而且现在54个非洲国家中 有超过40个对华贸易存在逆差的趋势吗 我们可能看到更多非洲国家与中国签订自贸协议 但自贸协议需要有供需关系 产品的距离及成本都是问题 我的观点是 贸易开放可能也无法解决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 持续的贸易逆差会造成重要的政治后果 这些非洲国家也将开始受到冲击 如果签署自贸协议 只是让政治领导人聚在一起 而没有实际改变贸易条件 那很难说贸易协议有什么价值 只有时间能证明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也祝福您出版顺利 谢谢 谢谢